中共近期针对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 以内部通报下达命令的方式阻挠 恐吓选手不要赴香港和美国参赛 对此北京著名记者高瑜呼吁选手不要害怕中共 要用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来参赛 为自己的前程谋正路 为何中共惧怕传统文化 频频要对推广传统文化的新唐人电视台白斑打压 熟悉文艺领域的北京独立记者高瑜认为 这是因为中共要以党文化为人民洗脑 所以不惜一切手段破坏传统文化 所以新唐人就成为中共眼中钉 你们是传统文化 而且也赢得了国际胜率 但是中共现在它就要维稳 用党文化用为政治服务也来指导文艺 你看中共这70年没有好的作品出现 你说重庆唱红打黑了 那全国不也是唱红吗 在中共党文化操控下 在大陆跳中国舞的艺术家没有前途 纷纷要到海外来 要到外边去嘛 要不然就给那些歌星伴舞 给一些红色的那些演出伴舞 所以尤其是搞舞蹈的 路子非常窄 新唐人大赛掀起中国舞热潮 更成为年轻学子朝圣的殿堂 高宇说 新唐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服务选手们不要惧怕中共 为自己的艺术之路争取好的前程 新唐人记者梁珍 在香港报道